东京色谷街头 周末人山人海 看着人潮还以为病毒已经消失无踪 尽管都有戴着口罩 但大批日本民众已经门不住 塞爆色谷街头 看电影逛街更夸张 还有人一大早就在餐厅喝酒狂欢 但看看东京确诊数字 睽違30天单日确诊467人 又超越上周六的数字 政府急忙警告 大家别放松的太早 日本人潮管不住 南韩则是打疫苗接连出包 全罗北道五名成年男性 到一处民间医疗机构打交生疫苗 结果医护人员失误打了五倍剂量 交生原本一瓶可以事打五人份 但医护人员把一瓶全打给同一人 还打了五个人 其中一名男性高烧40度 目前这五人都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观察后续身体动画 另外在仁川则是有医院私自决定 把AZ疫苗只打一半的剂量 仁川这家医院以只打一半副作用 会比较小的理由 说服40多名有慢性病的长者 只施打一半剂量的AZ疫苗 结果遭到检举 日韩疫情未减却乱向频传 也成为防疫引流 记者综合报道